小廚 快樂小廚房 做菜囉 大家好 我是妮夢哥哥 大家好 我是優格姐姐 我們今天要做的料理 是大人跟小朋友 都非常喜歡吃的 什麼呢 美味漢堡 大人 小孩都愛吃的美味漢堡 我們一起動手做 健康又美味 好 趕快出發去菜市場 買菜吧 GO 賣菜了 今天是誰跟著哥哥 一起來買菜呢 大家好 我是佑璇 大家好 我叫佑璇 今天佑璇跟佑璇 跟著哥哥 一起來買菜 要買的食材有什麼 番茄 豬肉 番茄還有豬肉 趕快出發把這些食材買去吧 肉 好了 首先我們要先買肉 肉在這 好 那我們呢 一樣不要忘記我們的禮貌 跟老闆說什麼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好 小朋友 你們跟老闆說 我們要買的這個肉 少男要做什麼 好 漢堡肉 漢堡肉 老闆 那我們漢堡肉的話 用豬的什麼部分會比較適合 今天用梅花肉比較好吃 梅花肉 不會太油 不會說油花不夠 好 好 那我們就用梅花肉 他買多少 50塊 幫你夾一夾好不好 好 好 妳們看 他們現在把肉放到機器裡面 就變絞肉了 待會兒妳幫我給老闆錢好不好 我要 好 謝謝你 謝謝 好 跟老闆說什麼 小老闆 謝謝 辛苦了 謝謝 辛苦了 好 那我們去買下一個食材吧 走囉 豬腿耶 對耶 買完了豬肉 真的 妳說這邊有是不是 這裡好多蔬菜 這是我們的小花菜 妳說什麼 什麼在那裡 苦瓜 一個說苦瓜 一個說那裡 那這是什麼 蕃茄 我們要買的就是什麼 蕃茄 我們要先跟老闆問三好好不好 好 老闆你好 老闆 我們要買蕃茄 那你問一下老闆 蕃茄怎麼挑 蕃茄要怎麼挑 蕃茄 你看蕃茄 我們要挑紅 但是裡面不能太短 你摸摸看 稍微要有點硬 不要念這道理 可以 你也先先看 輕輕的摸摸看 直接再看 這個破掉不行了 你看 對 你看這個有一點破掉 這個也破掉不行 這個就不行了 有菜桃皮布 這個好像桃子型的對不對 因為這個反過來就是菜頭 菜頭 反過來是菜頭 正著看就是桃子 對 那我們要買幾顆 兩顆 好 要買兩顆 好 我要付錢 付錢 好 二十塊 還是我拿最 好 那你拿 我剛好 那交換 好 兩顆就好 兩顆就好 好 謝謝 好 好 那個老闆說什麼 謝謝 謝謝 拜拜 辛苦了 謝謝 好 謝謝 老闆 謝謝 好 那這樣子我們食材 都買齊了 我們就可以去做菜了 要 要 要 美味漢堡 需要的材料有 砂糖 鹽巴 黑胡椒 豬絞肉 蛋液 番茄 起司 還有漢堡麵包 小朋友 準備好你們的食材 跟著我們一起來做美味漢堡吧 你們看我們現在這裡呢 有豬絞肉跟我們的調味料還有蛋液 好 那我們現在呢先來加鹽巴 那小朋友我們鹽巴再少少的就好 來 媽媽幫忙好不好 媽媽幫忙 這麼多 一點點 很好 差不多這樣子就好 來 演習自己來試試看 一點點 好 加完了鹽巴 現在我們來加砂糖 可以再多一點嗎 好 媽媽說砂糖可以再多一點 那你們喜歡吃甜甜的還是鹹鹹的 我喜歡吃甜甜的 你也喜歡吃甜甜的 你也喜歡吃甜甜的 小朋友應該就這樣吃甜甜的 好 那接下來加這個黑胡椒 這個可以加多一點點 我給我吃辣 它不會很辣 可以多一點 如果會比較怕辣的話 就少一點點 可以這樣燒燒燒燒燒 來 樂樂你先加糖 嗯 差不多 你們有自己這樣子調味過嗎 沒有 沒有對不對 好 加一個黑胡椒 來 樂樂會吃 敢吃辣嗎 那就加一點點就好了 一點點 超級一點點 好 小朋友都加一點點而已 那接下來請小朋友呢 用你們剛剛洗完乾淨的手 來幫我們的豬絞肉按摩按摩 對 像維澤這樣子 對 沒錯 就像捏黏土一樣的感覺 好 小朋友在家裡面也要記得 一定要先洗手 要注意衛生 什麼感覺 冰冰的 冰冰的 你覺得是什麼感覺 染染的嗎 把它按摩均勻 按摩按摩 就像感覺在幫爸爸媽媽按摩肩膀一樣 如果你拿起來看一看 看到自己的豬絞肉上面 已經看不太到鹽巴糖還有黑胡椒 然後代表你已經把它攪拌得很均勻了 我們就可以把蛋液也可以加進去囉 對 可以 差不多了 蛋液加進去 怎麼會加 對 像這樣子 全部嗎 好可愛 他們已經把那個豬絞肉搓得圓圓的了 好 小心啊 妍希還在繼續按摩 對 沒錯 按摩到最後一刻 妍希 蛋液加進去 手上都是肉 我覺得妍希看起來好像覺得很好玩 就真的像在玩鹽土 全部 全部 好 都加好了之後呢 現在呢一樣 幫你的豬肉按摩 要加著蛋液喔 要讓我們的豬肉裹到蛋液 妍希她整個超開心的 噗嘰噗嘰的 而且其實妍希這樣子很正確 因為這樣子蛋液呢 才會跟我們的豬肉混在一起 才會讓我們的豬絞肉都可以沾到蛋液 樂樂這邊妳做得很不錯 我已經好了 好 樂樂好了 妳再把它捏一捏 像那幫爸爸媽媽按摩肩膀一樣 那種感覺 好 繼續捏 這樣子呢 到時候妳的漢堡拍 漢堡就很好吃 對 然後再按摩一下 來 搓一桌 那余婷呢 妳現在捏到哪裡 有喔 還滿均勻的喔 很厲害 如果小朋友呢 妳們都捏得差不多的話 可以像這樣子 沒錯 像余婷這樣子 像余婷這樣子 讓我們的肉呢 可以在手上這樣翻滾拍一拍 把它的形狀塑形塑一塑 然後拍一拍 好啦 把我們的空氣拍出來 妳像哥哥這樣試試看 好 我們可以看檸檬哥哥 高一點 這個裡面的空氣呢 給擠出來 這樣到時候我們在煎我們的 那個 漢堡牌的時候 肉就不會散掉 好 妳試試看 好 跟檸檬哥哥一樣 好 慢一點 慢一點 跳 好可愛 對 對 繼續 好像在跳舞喔 是對的 繼續 左手 右手 左手 我發現小朋友的速度都很快 他們會這樣 你看有點像動作很標準 你們有聽到啪的聲音嗎 有 我有聽到嗎 有聽到這個聲音就是正確的 就是正確的 我們就是要把空氣 像這樣子拍出來 等一下在煎的時候 才不會碎掉 好 那現在呢 我們把豬絞肉分成兩塊 因為這樣子呢 等一下我們在煎的時候 比較薄 所以會比較好熟 這樣就變成雙層漢堡肉了 對 那我們開始分成兩塊 那我們現在把沾欄放下去 余婷分得很好喔 很均勻的兩塊 姐姐幫妳好不好 好 這樣拿著 就放在上面 我就好了 我就好了 給大家看看你的漢堡肉 我覺得滿不錯的 妍欣妳還好嗎 可以嗎 妳的漢堡肉現在長怎樣 姐姐不要那個 妳的漢堡肉 好多形狀的感覺 夢哥哥妳看 妳給大家看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對啊 這個可以了 那妳把它放在砧板上 位置好像也快拍好了 好 位置給大家看一下 夢哥哥 妳看圍者的也很漂亮對不對 圓圓的 OK 這個觸感好有趣喔 好軟喔 好 把它壓得扁扁的 好 妳們那邊也好了嗎 也好了 天希也好了 可以 我都好了 把它扁扁的 我們這邊小朋友的桌子 你們的肉怎麼到處都是了 小朋友做菜就會這麼可愛 這麼好玩 對啊 我看看這邊 你們的香皂起來好乾淨喔 好 兩個圓圓的 小朋友都完成了嗎 好了 完成了 完成了 那我們趕快下一個步驟 好 我們在煎漢堡肉之前 現在認識一下豬肉 好 我們拿出來看一下 小朋友他是誰 豬 那豬怎麼叫 你們會學嗎 都學得好像喔 好像檸檬爸爸睡覺時候的聲音喔 檸檬哥哥睡覺也會這樣嗎 喔 我不會 喔 好 那優格姐姐先問你們喔 你們有試過火鍋嗎 有 那火鍋裡面有什麼 有 有豬肉 有豬肉 那你們猜猜看 我們火鍋裡面的豬肉 是用哪一個地方 好 那給你們選項好了 覺得 是梅花豬的 梅花肉的舉手 對啊 一票 兩票 那覺得是 腰內肉的小朋友舉手 喔 會覺得是腰內肉 好 那公布答案 答案就是 那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吃過三明治 有 有 都有吃過 那裡面有時候會有培根 你們有吃過培根嗎 有 好 那你們猜猜看 培根是用哪一個部位做成的呢 好 給大家選擇 腰內肉 五花肉 請選擇 五花肉 好 絕對是五花肉的 請舉手 好 全數通過 沒錯 答案就是 五花肉 那因為呢 我們的培根呢 是用五花肉做成的 五花肉是哪裡 你們知道嗎 肚子 對 是豬的腹部 所以脂肪比較多 比較油 所以呢 培根 雖然好吃 但是呢 因為它很油 所以呢 適量就好 不要刺太多 這樣知道嗎 知道 那這邊有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哥哥想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我們常常在外面呢 會吃到 松阪豬對不對 其實松阪豬呢 它並不是豬的品種 不是豬的品種的名字 而是在講豬的這個部位 也就是它的 脖子這個地方 所以呢 所有的豬的脖子這個地方 都可以叫做 松阪豬 那大家有沒有對我們的豬肉 有更多的了解了呢 要 好 那既然我們認識完豬肉了 現在就可以準備來煎漢堡肉了 耶 那我們現在要來煎漢堡肉了 自己把漢堡肉放進來 拿起來選一個位置 把它放下去 沒關係 它不會燙 好 我們放旁邊一點點 放上來 不會 對啊 一點點 好了 好 對 這樣子也可以 好 妍希來自己試試看 沒關係 妍希速度好快喔 好 拍一拍 這聲音好好聽喔 對 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準備開火 好 那就開火囉 把小朋友的漢堡排煎一煎 那小朋友記得喔 優哥姐姐開火之後 我們就不要摸黑色的地方 好不好 好 小朋友在家裡面呢 也可以請爸爸媽媽來幫忙 來煎漢堡肉的這個部分 漢堡肉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等 你們吃過呢 什麼東西是用豬肉做成的 你們猜猜看 比如說 滷肉飯 牛排 牛排是牛肉做成的 牛排 牛排 這是豬排對不對 豬排 對 好蝦喔 有味道了對不對 我給它翻面囉 我看看 哇 好漂亮喔 有了有了有了 有聲音了 是下雨的聲音嗎 有嗎 有聽到很正在的聲音了 有了 就開始餓了 開始餓了 好香味 有沒有很想吃了呢 有 好 我差不多可以起來了喔 優哥姐姐 那我們可以讓豬肉再收一點 那優哥姐姐來翻面囉 優哥姐姐加油 一二三 啪 有點來幫我配樂 很好再吃喔 我幫優哥姐配音 一二三 啪 好香喔 好香喔 好香對不對 我好期待待會兒看小朋友呢 自己DIY 我想快點有一口 好想快點有一口 一吃 優哥姐我發現妳那邊小朋友的那個 漢堡牌啊 好像還滿大片的 比較大片對不對 小朋友在家裡面 如果爸爸媽媽有幫爸爸媽媽 在煎的話呢 要注意我們旁邊的部分呢 也要讓它熟喔 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都可以這樣轉一轉 好 我這邊差不多好了 優哥姐姐 那我要起鍋囉 好 那我盤子拿過來 沒問題 你們還記得這邊這兩個是誰的嗎 我的 妳的 好 這是樂樂的 一大一小 一大一小 來 小心喔 這個是誰的 為者的 是妳的嗎 對 好 好漂亮的兩片 妳的 謝謝 謝謝 柳哥姐姐 為什麼妳那邊的漢堡牌啊 這麼大片啊 是剛剛的分量比較多 好 這是玉婷的 來 給妳 好 先放著喔 還不能吃喔 還不能偷吃喔 對 要等爸爸媽媽 而且呢 我們現在要先來幫我們的漢堡 DIY一下 好 趕快讓我們小朋友一起來 DIY我們的漢堡吧 那現在我們要來DIY我們的美味漢堡 那我們先把我們的漢堡麵包發下去吧 圓圓的 我們這邊呢有準備了 小朋友這是什麼 起司 對 起司 還有番茄 這個 番茄 好 那等一下呢 小朋友就把我們的漢堡麵包打開來 好 打開來 等一下呢 我們先把我們剛好煎好的肉放第一片 好的 然後呢再放起司 讓我們的起司可以融化好不好 好的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好了 DIY妳自己的美味漢堡 好 然後再放起司 放在肉上面 放上去 對 好 然後再放一片肉 好 然後再一片番茄 夾一片番茄 小心 放在肉上 放這裡就好 好 把它蓋起來 夠喔 幹嘛 好高喔 雙層的漢堡 這樣一口咬著下去嗎 直接用手了 對 等不及了 等不及了 來 給妳放起司 然後放到妳的漢堡肉上面 因為我們呢 剛煎好的漢堡肉 還熱熱的對不對 這樣子呢 我們的起司就會融化 好 一片夠嗎 不夠可以再加 也好高喔 完成 你們先放了起司 我們先放漢堡 好 那它可以把起司融化 再放旁邊 我決定自己用手 發達 第一個夠嗎 夠 放上去 來一下 哇 完成 完成了 不知道妍希會怎麼擺 好期待喔 發達 非常的豪邁 來 檸檬哥真的好想看小朋友 敗盤喔 哇 選了一個超大片的噴切 好高喔 小朋友DIY的美味漢堡都完成了 好 接下來呢 除了品嘗之外 我們要請爸爸媽媽 進來吃吃看小朋友的作品囉 現在爸爸媽媽們都進來了 那我們在開始吃之前呢 我們先來訪問一下 威哲媽媽 威哲媽媽 聽說呢你早上的時候 都會自己做早餐 對 那威哲會幫忙嗎 有時候會想要來幫忙 有時候會想來幫忙 今天學會了自己做漢堡肉 然後變成了一個美味漢堡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好厲害 有 那媽媽有覺得威哲很厲害嗎 很棒 那玉婷有做過料理的經驗嗎 經常在家裡會喜歡幫忙 會洗水果 會洗水果 對 那你等一下要分爸爸吃嗎 要 好 兩眼棒幫自己拍拍手 樂樂媽媽妳好 妳好 樂樂她有做過料理的經驗嗎 沒有耶 這是第一次 今天是妳第一次做料理喔 嗯 所以這是第一次做 那媽媽妳覺得樂樂呢 她這個自己做的漢堡 很棒 很棒 那妳可以跟媽媽吃嗎 可以 100分 可以分媽媽吃幾口 幾口 兩口 分媽媽吃兩口 可以幫檸檬哥哥吃一口嗎 好棒喔 那幫檸檬哥哥拍拍手 耶 妍欣媽媽 妍欣她在 她除了做過美味漢堡之外 她有做過其他不同的料理嗎 除過披薩對不對 還有蛋糕 還有餅乾 這麼多喔 那下一次妳也可以把這個美味漢堡 都給媽媽吃好不好 好 好 那媽媽幫我們的天氣劍打幾分呢 今天100分 100分 100分 妳們小朋友都很棒喔 好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動吃我們的美味漢堡了 那小朋友在開動之前 我們要先謝謝誰呢 謝謝農夫 謝謝爸爸媽媽 謝謝我自己 小朋友最後不要忘了 愛是什麼呢 愛是珍惜食物 不堪肺 好 小朋友我們開動 你看每個小朋友臉上都充滿了笑容了 妍欣 真開心 妍欣怎麼先吃麵包 我覺得妍欣是一位很有趣的小朋友 在享受這個過程呢 對 好吃嗎 好吃喔 妳們分媽媽咬一口 好美味喔 真的是美味漢堡耶 自己做的耶 媽媽說好吃耶 怎麼味道 好吃 好吃嗎 好吃對不對 那妳有分爸爸吃了嗎 沒有 爸爸好吃嗎 有 麵包很好吃 那肉呢 那妳再吃一口再分爸爸吃好不好 不要分爸爸吃了 沒關係她現在有學會怎麼做了 好吃嗎 好吃喔 那要不要分媽媽吃妳的漢堡肉 這我要吃一口 媽媽自己拿 很香 好棒 很香耶 好好吃喔 好 爸爸要吃肉了 爸爸怎麼樣 所以這次吃到有麵包也有肉 爸爸覺得味道怎麼樣 很棒 很棒 來給我們的雨天幾分 100分 100分 爸爸給你100分 維澤的麵包現在變得很有造型 媽媽怎麼樣 超好吃的 謝謝 超好吃的 今天我們自己幫豬絞肉調味 並且DIY變成好吃的美味漢堡 有沒有又好吃又簡單呢 要 下次再來跟著哥哥姐姐 一起學做更多好吃的料理 快樂小廚房 我們下次見 拜拜 今天的美味漢堡做法很簡單 在絞肉中加點鹽 黑胡椒 稍微抓勻 再加入蛋液 繼續抓勻 接著把肉中空氣排出來 放入鍋中煎 煎到兩面呈現金黃色後 放入漢堡麵包中 疊上起司片 番茄 蓋上另一片麵包 就完成了 美味漢堡 簡單做又好吃 非常推薦給小朋友 還有爸爸媽媽 一起來動手做做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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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